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房屋税机可以折减16% 这相当于房屋税率由1.2%降为1% 可折减税额最多3万元 比例来说原本一年房屋税要缴7000多元 如符合单一自助条件 折减后要缴的房屋税就不到6000元 可为你的荷包省下1000多元 我们初步估计台北市将会有 20.3万户房屋受贿 这是台北市政府照顾单一自助者 居住权利的重要主张 全国首创单一自助房屋清税 民生用水是生活必需 但如果拿水表资料来查看是否有人居住 进而判定要不要加收空屋税 这样合理吗 不用怕啦 我们财政局都已经帮台北市民想好了 诶 志明啊 你来报告一下 亲爱的市民 5月是缴纳房屋税的季节 您收到税单了吗 全国只有一间房屋 而且是自己居住使用的市民 有没有发现 今年收到的房屋税单 金额变少了呢 税捐处有算错吗 税捐处没有算错哦 财政部要求各地方政府 自103年7月1日起 将住家区分为自住与非自住 全国持有三户以内的自住房屋 税率维持1.2 然而这样的做法却造成了 拥有三户房屋跟拥有一户房屋的人 都适用相同的税率 并不是一种公平合理的做法 再来房仲也说 其实光凭用水资料 很难看出自住或非自住 有的屋主因为也不想被税费科比较多 也会有时候要求 仲介可能去帮他做这样的服务 强调已经从宽认定 北市税监处这次大动作清查 全市自用住宅 106年7月到12月半年用水度数 发现有13000多户 用水量都是零度 判定没有居住事实 民众将面临调高税率 但陈志明解释 发的是改课函 不是税单 有给民众解释机会 更改税单 北市财政局长陈志明强调 还有不少市民的税负都没有从严追究 根据统计去年7到12月 有超过13000户因为用水零度被客征改为非自用住宅税 创下全国首例预估计 预估增加税收高达1亿元 普通是100件可能成功不了一件 我所谓的宿院 那就表示他的很多是该1.2的 他把它课成2.4 交了很多税给政府 北市议员王欣益就爆料 接获成亲人指控 自己用积蓄买了40年老屋 但因为没有钱装修厕所未浴 加上平常都在桃园上班 为了省钱留宿公司 假日也几乎都在照顾生病的祖母 一周回家顶多两次 用水当然零度 房屋税却被从1.2% 加倍被刻到2.4% 甚至是3.6% 北市府也回应若民众有异议 可以提出将从宽认定 他们提出异议之后 税处都会派人去现场去做一个认定 那基本上税处对这个认定 都会采一个从宽认定 就是里面有一些基本的生活家具 税处就会把改科回来 成一个自助的一个使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